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飞吕布小配成钱 一场大战 好家伙 这战鼓勒得真天想 喊杀声真天 战场上这二位 看来这算拼了 谁也不饶谁 非见点真正才行 一百回合就没分胜负 把刘备吓坏了 刘备在那关阵 他一看啊 憋大了 怎么这玩意要喊啊 劝啊 这都没用啊 我三弟能是吕布的对手吗 虽然张飞是越战越勇 但是别忘了 虎牢关钱 我们兄弟三人 都取塌不下呀 虽然你砸了他一枪杆子 但是咱人多势众啊 今儿这怎么能行呢 他吩咐一声 快快 鸣金 一棒罗响 张飞不高兴 怎么这战永寒呢 正在打这 这兴起之计 再战他百世回合 我看这三姓家奴 到底有多的本领 怎么这时候筛罗的 那没办法 怎么 文金必退 两下罢兵 收兵回来 刘备吩咐 敬备城池 严加看守 就是防守啊 这些人回到了这个帅府 刘备瞅了瞅张飞 哎 叹了口气 怎么 你现在说什么 你说你这做的 这什么事 你跟我打个招呼 咱不是正在招兵买马吗 哎 这个马呢 咱们得去买 结也行 你 你结元树的 也比结吕布的强啊 你说 这就 还这么说 是不是 啊 这人家还给咱 不少的粮草 还来接鸡咱 咱飞厅呢 咱还接鸡过他呢 又来了 行行行了 别拔这小巢了 可以了 怎么办吧 怎么办 守着办 咱们非看大哥呀 您不要这样担心 怎么 吕布这个王啊 没有什么德能 他有什么本领啊 我明天还跟他打 一直 我把他打服了为止 我要战不败这三星家 大哥 你就狠狠地发了我 我现在就给你 遵留着 得得得得了 哎呀 怎么办呢 刘备跟谋事商量 问孙前没读 我说二位 咱把马给他送回去不行了 再跟他客气客气 看你们二位谁去一趟 就说跟他搞个过呗 这事是个误会啊 那么这这么多年的交情了 这不看僧面看佛面 就算了吧 孙前一想只好如此了 可这得跟三将军商量 刘备庭商量什么呀 都是他闯的户 那马 那马在哪呢 那得问他呀 一问张飞 张飞就说大伙也全乐了 这么紧张还乐 就觉得太可笑了 这三爷办这事也太幼稚了 你们马搁哪我都搁庙里了 没地搁 我怕大哥发现 我在藏那喝下算了吧 行了行了 第二天一早 哎 孙前哪 压着这些马皮 到吕布大营了 你说求见 那吕布得见呢 孙先生你干嘛来 哎 将军啊 我奉我家主公致命 给您来送马来了 这事是个误会 您看这事情已经闹得这不少 那么过去呢 咱两家的关系都不错 这么您来的时候呢 我家主公真的想把徐州让给您 后来是您愿意到小培来 这些话就不提了吧 那么到今天呢 又没这么点小事情 我看 什么就算了 马一批不少都给您送回 我再替我家主公啊 表示歉意 我主公啊 说了 过三过五到徐州 再去向您道歉 哎 这个火眼怎样 好了好了 孙先生 你回去吧 行了 马 留这儿 把孙前打死走了 你不想怎么办呢 把成功找来了 孙前来了 把马送回来 那将军您怎么想的 我看咱就收兵吧 算了吧 怎么这个火眼贼 跟他游离也讲不清 这绣子又有声兵了 我不想 咱回去吧 陈公想了想摇了摇头 将军哪 事已至此 这已经撕破面皮了 刘备这个人哪 不好扰 这个人很有心机 我不知道将军 你发现了没有 虽然他们徐州让个咱了 也不出于他的本心 我早就跟你说过 那么不如呢 今天就一鼓作气 怎么办呢 攻取小配 就把联业攻城 就把刘备灭了就算了 您不是没答应他什么吗 我看就得这么办 好 一攻台之际 今天晚上早开战犯 定更以前 攻城 刘备那边的 孙前回来一说说 吕布答应了 看那样子 好像是就要撤兵了 不行不行 刘备一看我走走走 哪儿下 咱们上城上看看 刘备领着亲自来到城头 他举目一看呐 我的天 吕布大经理 一股下气冲天呐 哪儿有退兵的意思 赶快准备吧 肯定今儿晚上 跳攻城 裹不住刘备所料 好家伙 天还没黑呢 吕布的人马就上来了 哎呦这紧张啊 城上城下 一场大战 攻了半天没攻起来 吕布展起 退兵休息休息 看得出来啊 他准备云梯 二次攻城 刘备把这些人带回帅府 我说诸位啊 咱们得想个主意了 我我看明白了 怎么 宇布啊 非取小配不可 肯定有人给他出主意 没别人 准是那陈宫 他一鼓作气 把我灭了 张飞看你看大哥 你看这不又来了吗 怎么办 让我二哥上城 到城头巡视 我连夜出展 就会这样 傻呀大呀 再没别的主意了 张飞没词了 没主意了 那看您的吧 刘备想一想这样吧 怎么看来 吕布是非取小配不可了 不如把这小配 再让给他算了 咱实在啊 敌敌不了吕布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吕布人多势众 人家后援 有人马 再说他文有陈宫 无有张聊啊 带着这么多的人马 围着城 整天这么围着 咱们怎么能行啊 战业打持久战 甭剁 十天半月 咱粮草断绝 人家源源不断 最近这么元术 给吃不少粮是吧 咱打不过他呀 只好弃城而去 弃城而去 上哪儿去呀 孙前大话 主公 我想起一个去处 不知道您能不能怨啊 哎呀别客气了 孙先生 怎么这活了眉目了 你就说吧 上哪儿啊 咱们上许都得了 头草草 向他这些人马 回过头来 咱们去渔州 小配战时让给他 咱连徐州都拿过来这回 您看行不行啊 嗯 刘北京好主意呀 啊 我估计草草能够收留我 他也挺恨这吕布的 咱们要到那儿去了 说是投他 实际是跟他 这些人马 来打这个徐州 灭吕布 这不是替他办事吗 他能不高兴吗 另外他不仅恨这吕布 他恨那元树 我看哪 能差不多 好主意 好主意呀 孙先生 那就这么办 今天天亮以前 咱们必须离开这儿 让张飞做开路先锋 关羽断后 刘北保护着这家小 带领这些人连夜出城 真杀开一条血路 吕布知道不知道 早就知道了 说刘备他们落荒而逃了 赶快去追吧 哎 吕布摇摇头追的干什么呀 咱们逃逃了算了 反正小沛归咱了 进城 天亮 吕布进小沛了 初告示安民 然后派员大将高顺 带领三千人马 镇守小沛 他收拾收拾回徐州了 他出气了 痛快了 到底叫把刘备打跑了 跑哪去了不知道 刘备直奔许都 离许都老远 扎住营寨 不敢再往前走了 怎么 那你干什么 这家伙 好 举旗放炮 直奔人家城池 这人不让啊 赶快扎下营 自己收拾收拾 换成便服 带着这个 关羽和张飞 也没有什么礼物 逃出来的 哪有什么礼物啊 进城拜见曹操 曹操知道不知道 这些事 他全知道啊 那流行探马是干什么的呀 他听说刘备来了 有人禀报了 说刘备有一少人马 扎在城外 可能要见丞相 好啊 旁边几位谋士 瞅着瞅曹操 丞相 你想见刘备吗 哎 他要真投奔我来 我怎么能不见呢 当然要见 刘备是我的朋友 我之兄弟呀 哦 有人点点头没说什么 画院还没落 刘备求见 有请 或大开原门 操操降接相迎 刘备上前 要识大礼呀 刘备呀 这本事也挺难学呀 什么本事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他可真称得起是个大丈夫 要现在哪儿 能屈能伸啊 上前要给识大礼 这谁受得了 曹操伸手想这么高见高见 宣德呀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哎呀 丞相一言难尽了 来来来 又划到吴中一序 来 见过丞相 关羽张飞过来 插手十里 见过丞相 哎哟 哎哟 曹操特别看关羽 上下多看两眼 为什么还温酒斩过滑雄 刘不提呀 关将军 我们又见面了 来来来 请进来 当时白酒款待 哼 喝这酒的同时 这刘备就肃开了委屈啦 就说这个吕布这为人不怎么样 拜他踪踪践践 就再操他跟前学说一遍 其实细琢也没意思 怎么叫没意思 这传统多少年了 这只要是一反目 哎 对方准板 对方给刀鼓一遍 他哪样哪样 对不起我 是如何常管 只要一嚎起来 哎 整天瞅着都像眼花似的 那谁谁 哪太够哥们 我们那可不得了 你知什么呀 铁铁 等于不铁了那天 叫他不地道 我怎么哪样 就全来了 感情到刘备那传下来的 这玩意看来 一时半会儿还改不了 刘备这种素鼠啊 哼 说着说着呀 眼泪都下来了 操作很同情 哈哈哈哈 宣灯红 不必如此 怎么 日语不齐人 我十分清楚 这个人不怎么样 朝亲暮处 见利妄议 你怎么能跟这样人交往 当初他到渔州 就不应该收他 事已至此了 你先在我这小住几日 休养生地 先缓一缓 然后 我拨给你几万人马 下去气派 几万人马 就打他 你做先锋 我做元帅 你看怎么样 哎呀 六辈离席十里 亲自给曹操 满了三杯酒 张飞又有点不太痛快 我做了 瞅了关羽一眼 关公啊 把凤眼瞪起来 关公一般的眼睛都是合着 哎 他杀人的时候他才瞪眼呢 今儿为什么瞪三弟 你又来了你 大哥客气 是有点过火 你又跟他掺和什么呀 都让你闹的 现在有家男伴 有国难逃 跑这儿来 张飞也明白 喝酒多别人 换带完了 让他们回去休息 曹操告诉了 那我在这儿给你开辟 一个斩院 给你修个斩院 哎 起码那这 得个爸爸实现房子呀 那叫刘备呀 那叫 好 你给弄十五平米 那能行吗 我这好好给你准备着 您先在那儿休息休息 把刘备松走了 酒席也撤下去了 茶水打上来 就在这时连笼一挑 谋是徐玉大外边进来 丞相 徐先生来坐 我看您对刘备挺热情啊 那当然 怎么大了远的来投咱嘞 哎呀 丞相 刘备可了不得呀 怎么了 四人十分叼咬 非常的奸化 您看他这么客气呀 您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呀 那是当时一个英雄啊 他并非是人下之人哪 现在他给您送上门来了 您跟他客气什么呀 先生之间杀了他 哦 哦 哦 当时曹子愣了 木转睛瞅着徐玉 徐玉一看 也不言语也不表态怎么回事 算了吧 您好想想吧 徐玉告辞走了 曹子备着手在屋里来回这溜达 杀了他 就在这时他听着门外脚不升 谋是郭家来了 郭家走的门口一看 丞相想心事 这转身刚要走 是奉效吗 有话 进来请假